今天我們來到台北大安區敦化南路巷子內的 可鹹可甜豆花店來一探豆花的製作過程 這個是我們是挑選那個美國有機的黃豆 怎麼不選用台灣在地的飛機改的黃豆呢 台灣的環境比較潮濕 在種植的時候種出了每一批的黃豆 它裡面的水分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黃豆還是特別做過飛機的黃豆 這個是飛機改造還要更好就是有機的 浸泡了一整碗的黃豆 要洗到水變得很清澈才算完成喔 每一顆黃豆都好飽滿 我們煮豆漿的水跟洗黃豆的水 我們全部都是用這台磁化淨水機 它可以把水分子打得非常小 讓水分子裡面充滿了含氧量 那含氧量一高之後 再透油黃豆跟豆漿可以讓人體吸收這些營養 所以從洗黃豆的水都已經是過濾水了 對,這個算是不能生硬的磁化淨水 用清洗的話就可以直接把農藥帶掉 把水水分子啤酒 好 路将楼出来,经过振动的滤网 海幽北部 海的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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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泡泡撈出來這個過程莫名的覺得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1分钟 煮豆浆石会产出很多泡泡 继续捞,要捞到没有泡泡为止 用豆浆浓度计确认浓度 豆浆煮好后再过滤一次 最上面的层豆皮可以给我吗? 装好后放入水冰箱冷却 最后再进行扁豆花还有蒸的动作 现在的豆花是前一天做好的? 这个是我们选用的巴西有机黑糖 为什么要选用巴西的呢? 一开始我们有试过台湾像是本土二砂本土黑糖 我们有跟厂商聊过一阵子 那他建议说如果要用到真的很好的黑糖的话 他建议我们用外国进口的有机黑糖 因为我们的黑糖是用手炒的 黑糖炒下去的话会更香 然后喝起来的话会更回甘的感觉 这就是炒好的糖浆 对 我们走的是比较干式 但是我们的黑糖的纯度会比较高 喝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回甘的感觉 黑糖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不会像现在的可能比较稀的糖水 所以喝到最后会比较腻一点 那我们就是把它里面有一些 因为它是野生的 所以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杂质等等 就是把它冲洗掉这样子 然后客人在吃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吃到有一些 会是很像梗啊 或是一些渣渣这样子 经典手炒 黑糖综合豆花 有粉圆 还有一颗一颗熟洗的造角米 其实我觉得它的摆盘真的都还蛮用心的 然后这一个是他们自己种的万寿菊 而且它上面有一些桂花 我觉得很香欸 好清香喔 没想到豆花吃起来也可以这么的高级欸 这很像白粉圆 而且它吃起来不会死甜 这个黑糖真的炒得很好 我觉得加这个桂花非常的加酸欸 因为我自己是基隆人嘛 然后我很喜欢吃 全家族的元宵 它就是会用这种桂花的汤底 所以这样喝起来 我觉得很熟悉的味道 用手工洗的造小米 有点脆脆的 如果你闭着眼睛吃 你会觉得有点像玉米的口感 它 你知道它的脆有点像柿子 柿子那种脆脆的部分 我觉得它这样的甜度啊 大概是我们平常喝饮料的 大概是三到五分糖 就是非常的平腻欸 这个造小米啊 如果观众朋友你们有机会来的话 它真的要试试看 一点点脆 然后又一点点软 很有口感 这是我们自己特调自制的 四川口味的麻辣酱 里面的原料 我们是采用 顶级的大红袍跟青花椒 还有加一些中药材 新香料下去一起熬煮 像是炼油的方式 慢慢把它炼出那个香味 里面有加我们自己熬煮的那个花椒油 这个辣椒酱主要主打的是 四川的那个麻跟香 川味麻辣豆腐花 不加葱可以跟老板说喔 很嫩欸 这是红毛胎 有点像把菜的感觉 这个辣都上瘾欸 底部的花生酥 然后加上这个很嫩的豆花 还有这些炸菜 跟红毛胎的这个特殊的香味 真的非常好吃欸 我觉得这个口感层次很丰富 台式酸辣豆腐花 这一款是淡素 而且这个是热的喔 这个是玉米苗 好玉米的味道 这虽然是台式的酸辣汤 可是它喝起来是很温和的一个口感 嗯 我觉得这冬天一定会来的非常的好 色咸的热豆花真的很OK 那这一碗比较少 这个是这个主厨招待我的 而且里面的这个法菜啊 还有红毛肝这样吃起来 真的味道提示 我觉得非常的够 热的豆花让这个更嫩 超级不宁嫩 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 越南姜汁野酱 那它的煮法跟黑糖就比较不一样 它是比较像是西山 是熬汤的方式 那我们把老姜下去熬熬煮之后的 然后我们再加就是 越南他们当地的一种香草叶 叫做香兰叶 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它用这个香味去搭配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自己特调的叶浆 越南姜汁叶浆综合豆花 很异国风味的香味 这是一个很东南亚的味道 我本来以为叶浆会是很死甜 可是其实这个改良过的 我觉得还好 这一碗很适合很热很热的时候吃 然后它浆的味道 不会让你觉得很 很呛很浓 不会 店内的氛围有点像酒吧 比较偏暗色系 很推进来内用 享受超嫩的豆花 真的是咸的甜的冰的热的 都好吃 老板说过几天要换菜单 真是让人期待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